第一,可能有些壓力,上面也有壓力給他 第二,其實普通常都知道,在這個時候做強檢 真是沒有意思的 只不過那些建制派講到路線鬥爭 壓到一切不可以講的意思,是吧? 旭記就說你違反國安法 但是你知道現在一天還有幾萬個 就算全民強檢,讓你找到那些人怎樣呢? 這個問題我們都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想政府和國內的專家在後面對現實 是吧?被你搞到就怎樣了 所以現在突然間說沒有具體一期 不排除繼續做,但是沒有具體一期 他就不用一早就宣佈學校停課 就是想用校舍而已,大家都清楚的 是吧? 甚至在早幾天,公務員傳個CQ來 已經講到實了實了,要那些人去幫忙 所以我覺得政府曾經有段時間很積極想在3月26日開始做9天 不過突然間不知道什麼原因就實停了 現在就沒有具體一期 我覺得都是面對現實的做法 林鄭月娥主持那個會,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因為你實說,他看到他的樣子,大家生機了 就是,生機的人多於看的人 張祝君主持就好地地了 大家起碼都願意聽張祝君醫生說 但問題沒有辦法,政府又沒有自知之明 又要拿威 那我不覺得他那個會,有什麼東西是對抗疫增加動力 他今天這樣出來又搞,不是我們三波謠言 是網上的人三波謠言 老實說,你不早澄清,現在三波謠言是誰 是香港01,是吧 所以我覺得是找來講的 就是有賴落一些傳媒互聯網上 實際上自己前言不對後語 我覺得明藝印象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暫在實際作用來講 林鄭親自主持這個疫情發佈會 第一,沒有實質,我不覺得有什麼實質意義 第二,可能在公關效果上還懂得其反 這次更加持續 你老實說,鄧炳強說的說話 我覺得對解決問題幫助不大 你說那些人病的,全部都是醫院的 被你檢測到的,被你隔離或遺風檢測到的 那你就說要他入隔離設施 現在很多人在家裡自己檢測 你這樣說,那些人更加不報 我看到有不少人,無論自己也好,家人也好 他檢測到有事,就自己在家幾天 根本都不會發聲 你這樣說的話更加不會發聲 所以根本這些做法就是第一 他沒有一個有效方法去令到所有人申報 你政府如果真的有心苦令人申報的話 其實應該,那個姿態就應該放遠一點 你一靠客人,你不申報就罰你款 違法什麼令,什麼令 只有這一招,我就說第一,令人反感 第二,你就令到那些人更加不會報 我所知就有很多人,你看Facebook都知道 很多人根本就感染了,他根本就不去報 我為什麼要報了,然後讓你找那個 搞到鬼五萬六的清衣的方創意願 是吧?又水浸又成 那我相信這個都是人同事心,心同此理 大家就是各自憑自己判斷處理問題 根本就不太理會這個政府做什麼 那當然啦,政府的隔離檢疫的能力是強了的 有多了一堆設施的嘛 那但是如果真的個個都申報,個個都聽話的話 你的設施,兩天就已經被人爆你了 所以其實說沒用的,就是 我覺得最有效的就是 鼓勵多些人,提供資源給人 讓人家居隔離檢疫,這個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你說到自己這麼厲害,要隔離檢疫 如果個個都聽話的,你隔離不完 現在問題是你的隔離檢疫,你說到這麼兇的 大家也不理會你 我不知道這種施政方式有什麼好處 不過現在政府確實是這樣做的 那你老人院打針,他現在有辦法做的 那就是進入老人院,老人院都不用管家人同意了 那就去打吧 那他認為有沒有有效,就試一下吧 那你確實香港老人的注射率比較低的 那當然啦,我覺得 政府因為有權強迫人打針,這是另一個問題 有時候誰負責呢,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政府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他可以做的 那問題就是說,就算我們知道有很多死亡 比較多的死亡案,這些老人家都好 相對之多是沒有打針的老人家 那你這個問題,你現在社區確實在犯罰的 你除了老人家之外,很多人感染了 那你作為政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令到感染了那些人 有一個輕症,沒有大反應的 他真的可以留在家裡,安安樂樂 去看看怎樣康復 到有事,真的處理不了了,先進醫院 那你政府就要提供資源給人 那但是政府,提供不了什麼給市民 就是,除了被他們圍過那些,那可能有啦 那但是,上個月講的那一億個檢測包 很多人都沒有了,很多人到自己家人有事 到處去撲,所以我覺得就 政府連最基本的都幫不了 政府應該做的,就是提供最基本的東西 讓人可以留在家裡,然後慢慢康復 到有事,有重大事故,才進醫院 這個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也是處理Omicron,這個傳播力比較強 或者那個殺傷率比較低的病毒 一個最佳的做法 現在就不斷地說,嚇你,違你,罰你 那對於隔離那些,他現在面對現實 他又叫你回家,但是他提供不了什麼幫助 那麼,接著又要嚇你,你自己家裡 隔離檢疫員,你就要申報 申報之後就要有隔離令 那就是叫人隔離檢疫員,就不要申報 我覺得這樣的政策 除了,除了體現權力意志之外 根本就不是有效地解決問題 那類似的說話 我說現在公務員的士氣很差 就算他們願意和政府配合去抗疫 都很想和市民攜手合作解決問題 但是他們很多公務員是不敢亂來的 你政府第一招令直改 那公務員第一很難適從 因為你主體都是公務員 或者這個公務員 那第二,就是你政府過去一年多 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令到公務員失去了一個自我判斷的空間 那所以剛才你說那一點 就是層層地等指示 那你在政府經常變 方向不清楚 再加上這一兩年養成那種 官場文化 公務員的工作的氣氛 那是會令到這個問題更加嚴重